他從原來高價化的300多億 變成是在可行性的時候是900億 那今天提出來的是1000多億 中規則提出來的是1000多億 我相信到計算今天完了以後 前200億應該是跑不掉的 那所以對於整個計畫 自己本身經費不斷的膨脹 我愧對草原市民 所以這個計畫 我第一次等的時候是桃園 那最後我覺得也應該以桃園為終結 交往部審查委員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教授張聖雄 上個星期五 在審議桃園鐵路地下化中的規劃 認為桃園鐵路立體化工程 竟會從三年之前 最早規劃了高價化300多億元 暴震到地下化的1000多億元 當場請辭表示不晚 這個應該要回到原來105年的時候 第一次桃園提出來把高價變成地下 那時候是我參加這個委員會的第一次的會議 但是我當時並沒有很堅決的反對 經過了三年多 我現在看到了綜合規劃報告 那我覺得我當時好像做錯了 我看到綜合規報告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它對於整個桃園捷運 包括立縣 包括中縣 包括集結 都會造成計畫 支撐的延誤 那也會讓他們的計畫經費增加 他表示這個案子影響重大 改成地下化不但沒有效益 明天台鐵鐵每年營收虧所虧擴大 將來地下化營運成本是現在的時費 營運成本如果是100元 僅能回收36元 且30年內都是如此 他會常懊悔 三年前桃園地下化可行性研究案審查時 他沒有更直白表達反對 更通心指責交通部 現有審訪模式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 還批評 看他們這樣花錢很痛心 至於高價或是地下 我們必須要尊重地方 對於地方都市發展的一些訴求 早期雖然桃園岸它是採取高價 但是後來地方的聲音非常的高漲 他們認為還是要以地下化來支持 所以桃園市政府也有救這個地下化 就是進行完整的規劃配套上來 之後才來進行中央跟地方的協調 江湖表示 今年從嘉義、彰化、宜蘭、桃園、新竹等相關軌道建設 甚至進行中的台南鐵路地要化 江湖部都是主動整合機關和地方 來共商解決問題 問題解決之後才判點順審 所以審查速度較快 這樣的安排沒有跳過程序或強的軌道 未來經費分擔比例 桃園簡以比照高雄模式 由地方政府負擔25% 中央政府負擔75% 提到舉則是建議 地方政府負擔約26%點多 中央政府負擔近73%的經費 未來經費分擔比例 則是送喜正願的確定